大家好 我是DNV注册驾驶教练 我叫吴子章 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雾天开车 那雾天开车也有几个注意事项 那第一个一定要打开进光灯 那切记是进光灯 那在车辆上的时候的标志 好多人都不知道进光灯什么样子的 这个样子的 斜线是朝下的 那这个是进光灯 那打开进光灯 为什么不开远光灯 说远光灯更亮 能照得更远 其实并不对 远光灯更亮 会在雾气当中形成一个慢反射 导致前面是里面白墙 你什么都看不到 一定要开进光灯 那第二点我们要开雾灯 那有的车 有一个雾灯的符号 好吧 有个雾灯的符号 圆圆的 或者其他标识 那自己去找一下 或者看一下自己的车有没有雾灯 如果有的话 自己拧开尽量打开雾灯 那第三个是开除雾气 那开除雾气 那大家知道了啊 雾天 开除雾气 那是要除掉挡风玻璃上的一层水器 戴眼镜的同学啊 大伙大家都知道 那这种冷温的交叉的时候 你的镜片上会有一层雾气 那开除雾气 就是要把车窗的前挡风玻璃或者后挡风玻璃的雾气要除掉啊 除雾气的标识 像因为考试的时候大家都都指过吧 这是前面的 这是后面的 记得一定要打开啊 OK 那另外一项 第四项车辆行驶的速度 那车辆行驶的速度在大雾天由于你的视线 比如说像大雾的时候可能能见度只有50米或者100米 那前面再远的地方看不见了 如果你车辆行驶很快的时候 你很难及时发现有一些障碍物啊 有一些行人啊 或者一些脚踏车在前面 那这个时候你要减慢速度行驶 那同样减慢速度行驶 更重要的东西啊 是跟车距离 那你发现前面有辆车 我跟他后面慢慢的走吧 那你要防止前车突然发现一些什么障碍物啊 急刹车 导致你跟车距离太短的话 这样子你俩会发生二次碰撞啊 或者之类的这种危险 所以说记住啊 跟车距离一定要更远一点 那OK 我们在行驶的过程中要想一想啊 如果这些物件的手务特别的大了 已经阻碍你的视线 达到你前方20米或者是10米 你基本都看不到的时候 那我们希望大家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 或者其他人的安全 把车停在路边或者停在家里 就不要出门了 等雾气散去之后再重新的上路 OK 那你在路边停下来的时候 你记住啊 在雾天 如果在路边停下来说 雾太大了 我觉得有危险 那你要打开紧急的 那个闪烁的 那个车上面的那个灯啊 OK 大石头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要把它按上 提示大家我们停在路边了 不要把灯都关掉 黑黑为一刻 那你就危险了啊 那OK 那咱们总结一下啊 雾天开车 五个注意事项啊 开进光灯 有雾灯的 开雾灯 有所有的车辆上都有储物器啊 必须打开啊 一定要储物掉车窗上的路 第四点 车辆行驶的速度 比平常要慢 路越大 车速要越慢 跟车距离 同样的 比平常的跟车距离 OK 电视手册说 平常三秒车距 那这个跟车距离 五秒 好吧 视线再不清楚 那你就停在路边打上响